侯友宜与赵绍康一同召开记者会 回顾25年前 台湾首席公车遭挟持案 时任刑事局副局长的侯友宜 与赵绍康等人联手解除人质危机 如今两人搭档参选 侯友宜大赞赵绍康再一次临危寿命 现在的状况 现在的状况 跟这一次解救人质危机的状况 是一模一样的 互相拉台大赞对方 只是赵绍康频频被柯文哲调侃 包括称侯友宜管不动他 赵绍康被问及台北市大巨弹建设时 炮口对准柯文哲 我现在看柯文哲 他是一个破坏者 他不是一个建设者 一开始讲五大必害 这个也破坏那个也破坏 但真的八年台北市长 花了将近两兆的预算 他说没有看到太多的建设 副手人选引发蓝白隔空叫战 侯友宜日前说 柯文哲羡慕自己有好的副手 人在澎湖跑行程的柯文哲返唇相机 我是不希望口水战 我现在怎么看他都是有很好的保姆 虽说不想打口水战 不过蓝白因为副手问题 持续陷入口水战 信号电视旅见树林天心 澎湖新北报道 并且表达里有没有 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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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